岳县是青州的一个大县,华如初摇着纸扇,眼睛四处望。 看出来什么了? 其右手里同样拿了把扇子,只是把双手背在了身后。 收回视线,华如初想了想,这里的人很安逸。 换句话说,就是少了那种为了目标奋斗的镜头。 其右赞赏地看他一眼,对于他的眼光他一直都佩服,总是一针尽血。 岳县的地理位置非常好,从地图上就看得出来,几乎是处于一个十字路口。 四面八方都同达,再加上靠近关道,来来往往的人很多,在这里歇脚住宿,自是免不了。 岳县是个古仙,不说前朝,甚至还有前前朝留下的古迹。 有传言说,前几朝明令烧毁的一些古迹,这里都有保存,就是不知道在哪里。 岳县多以文传家,之而启蒙都比别地要早。 现在朝堂上就有两位出身岳县的人,这还不包括没资格上朝堂的下官。 可见这里有多人皆地灵,甚至有人不惜血本,把整个祖坟都迁到这里来了,就为了分一分这里的好风水。 岳县话如出自食之道,可他毕竟出生武林,哪怕上辈子读了十几二十年书,那些词书在这里大都是用不上的。 而他的根在扬州,他的大部分生意也在扬州,所以对岳县并没有多加探究。 此时,听岳县这么说,倒是对这个地方多了几分兴趣,这里地理位置优越,所以他们不愁吃喝。 没了衣食之忧,文人才能展现他们的风骨,这里的人才能这般安逸。 这让他想起孔子之乡,大概每个世界都有一个这样类似的地方吧。 那,我倒是要在这里多待上几天了。 其右眼神温柔,点头,硬了他。 他在说出那些话的时候,就猜到如出会感兴趣。 如出的性子里,有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武林中人的侠义,可他并不愿意打打杀杀,而且他的文化底蕴很不错。 世家中的礼仪,学会容易,学好却很难。 如果处在那样一个环境,不用刻意去学,也自然而然的就能融入进一举一动之中。 如出就是如此,他的礼仪是不差于任何规格千金的完美,绝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是短时间内学会的。 这些,他并不想多加追问,他只要知道,如出和其他人不一样就行了。 旁边突然传来一声老人的轻笑。 嘿嘿,难得一个外地人却如此了解月线的事儿啊,真是难得呀。 这只是一个平凡的老人,爬满皱纹的脸上起了老年斑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头冠看起来像是木头制成,穿一件深紫色的袍子。 可那双眼睛却没有这个年纪的人该有的浑浊,清亮得如同年轻人。 受回打亮的眼光,话如初礼貌地笑了笑,不算特意,却也还真心地提醒了句。 您一个人,那可不好,您这个年纪出门还是带个人在身边照顾着比较好。 老人定定地看了他好一会儿,好一会儿过后笑得有些莫名,倒也看不出有恶意。 正想着,就看到老人凑得其又近了些,老顽童似的道。 我不和女人说话。 话如初上上下下地打量自己,他扮男人这么多年早就扮出经验来了,就连最容易露馅的猴结都捂进了高高的衣领里,怎么可能会被人出意见面便认出来了。 其又将话如初推到自己身后。 老人家对女人有偏见? 不不不不不,老头说我胆着小,不敢,我是害怕,最怕了。 出乎意料的答案,张话如初从其又身后露出脑袋,被其又用扇饼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。 敲了他也不缩回去,他现在是男人,躲在一个男人背后算怎么回事。 知道老人家确实是没有恶意的,其又也无意招惹麻烦,朝老人拱了拱手后,就领着一众人离开。 可走了没几步,他就发现,老人还是走在他们身边。 其又不得不再次停下脚步,拱手郑重道。 不知老人家是不是有什么事啊,孝子随时路过此地,却也懂得敬老尊贤。 若是老人家是有什么事,不妨直说。 不不不不不,我没事,叫你帮忙。 就是老头子,我许久未出门了,难得出来一趟,却能碰着你们觉得有缘分,你是不是也这么看呢? 确实如此,万千人中能相遇,便是缘分。 为了这缘分,不知道我老头子有没有这个荣幸喝一杯你敬的茶? 敬茶? 其又眼中闪过深思,因为月宪的特殊,他是上过心查这里的资料的。 老人家,月宪的许多规矩我都知道。 啊,真懂啊,那你真不敬这茶呀。 原来只是一个试探,没想到居然真懂。 老人念头一转,记上心头。 称狂称狂,那就得了,前面啊,得有个茶楼,我们去坐坐。 画如初隐晦地扯了扯其又的袖子,他感觉有点不对,这人像是认得其又。 老人率先走在前面,其又藏在袖子里的手握了画如初的手一下,重重地然后跟了上去。 画如初瞬间心定了。 很快,一行人到了一处两层茶楼,站在门外的第一眼,画如初就喜欢上了。 说不上哪里好,就是感觉很对。 老人得意地看了他一眼,想说什么,仿佛又记起来这是个女人,就对着其又道。 这你不错吧,老头子啊,我最喜欢了。 其又也看到了如初眼中的喜意,当下他眼眉目舒展,点头道。 不错。 老人得意地摇头晃脑,抬脚往里走去。 画如初借机吩咐道,夏颜跟着我就够了。 云说,你带着红香去买两辆好一点的马车,然后把东非要的药材都买好。 是,公子,你小心些。 放心。 其又站在原地等他,两人一进屋,就看到那老头正对着一个人手足舞蹈地说什么。 担心他出事,两人快步走去。 不用运气功力,也清清楚楚地听到他们在说什么。 承越,你要是敢通风报气,我明天就带来人砸了你这茶楼。 老爷子,您就别为难我了,要是华大爷他们知道您在我这儿,我还不去通报一声,他们马上就会来拆了我这茶楼的。 好歹,您还说明天呢。 屁话,我要拆你的茶楼,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,还得来帮着我一起拆呢。 他们要是拆你的茶楼,有我老头子一句话,他们敢拆呀。 这账都不会算,你这茶楼净赔钱了吧,越活越回去了。 我的老太爷啊,行了,行了,老头子我还没死呢,这哭嗓了,他们来了辖远点,我不认识你。 一回声,老人又是一张笑脸,让刚听到他威风八面威胁人的奇幼和话如初,嘴角都有些扭曲。 这里的茶不错,我订了个哑尖,不过我老头子没带钱,仗进你头上。 承宇啊,你还在那里干什么呀,带路啊。 承宇都想哭了,这老祖宗不是前不久才晕了一次,家里人都不许他出来了吗? 怎么就没把人看住了,还带着几张生命空来了这里。 不行,一会儿还是得给画家去个馅儿,不然他这茶楼真要开不下去了。 雅间里的东西无一不精致,离开扬州后,他就再也不曾见到这么底蕴的地方了。 屋子里还有着淡淡的茶香,让话如初觉得亲近不少。 恍惚间,有种身处扬州的错觉。 上我平时爱喝的茶,让个懂活的人来伺候,偏让生手来,老头做我今天没空吃点。 是是是是,您老稍等。 等茶的间隙,老人一脸神秘的压着声音道。 你们一定没尝过我们月仙的茶,让你们尝尝心。 话如初没眼一瞟就要说话,其右看他一眼,致指之意明显。 其右不想他在这人面前放肆。 收到这样一个讯息,话如初吞下都要到舌尖的话,垂下视线。 老人家愿意把月仙的好东西拿出来招待小子,是小子的荣幸。 不卑不亢,甚至连起伏都没有的话,让人听得心里不那么舒服。 不熟悉其右的人,其实并不喜欢和他打交道。 他寡言,可一旦说话就直指忠心,并且说话的语气实在是凭得让人暴躁,尤其是你本身就暴躁的时候。 可老人却仿佛觉得他这般说话是理所当然,说起话来依旧带刺。 要不是你说要给我净茶,我才不带你来这里呢。 说着,老人家就开始猛锤墙。 承玉,你做茶叶去了呀。 很快,门再次打开。 承玉提着茶壶和木炭进来。 还有个身着白衣的姑娘端着一套茶具跟在身后,说不上多漂亮,却给人以沉静的感觉。 老太爷啊,您轻着点,楼都要塌了,有妙姑前来伺候,行不行啊? 呃,他还不错,行了,他留下,你快点走。 承玉巴不得快点离开。 老太爷就挑他的事,他不在,什么事都没有。 再说,他还得亲自去趟画府。 华如初的视线已经被那套茶具吸引了全部心神,这是竹子做成的茶具。 艰难的移了视线,华如初抬头看向妙姑,眼中都有光在闪。 茶叶,可以给我看看吗? 妙姑愣了愣,反应迅速地递过来一个竹筒,也顾不得还有个意图不明的陌生人在看着。 华如初拧开盖子,闻了闻茶叶,马上又倒了一点出来在手上细看。 看向明显不及他做出来的两种茶,黑黑的长长的一根,有点像苦丁茶,就不知道味道如何。 把竹筒递回给妙姑,华如初做了个请的手势。 这会儿,他完全不想理会老头和齐佑是不是认识,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了。 不错眼的看着妙姑烫杯洗茶,然后把洗了的茶叶放进一个竹筒里,再把滚开的水倒进去。 用盖子捂了大概有十五星时间,妙姑才把盖子打开,用一个简单的漏勺隔着茶叶,把黄色的茶汤倒进另一个椭圆的竹筒里。 最后,把竹筒里的茶分倒进三人的杯子里,茶叶的清香滚着竹子的香味散发出来。 华如初赶紧端起来,放在鼻端,来来回回地闻了好几次。 吹了吹茶水,慢慢地饮了一口。 没有苦丁茶的苦,却也没有他做出来的茶叶那般的浓郁茶味,味道稍有点淡。 在喜欢喝淡茶的来说,这茶非常不错。 三口喝完一杯,抬起眼正想让妙姑给续上,就看到对面的老头用极其古怪的眼光看着他。 华如初不由地看向齐佑,刚才他们之间说什么了?怎么用这种眼光看他? 齐佑轻咳一声,提醒那个貌似为老不尊的人。 老人赶紧收回视线,不好意思地连着咳了几声,道。 这个,我老头子没别的意思,就是奇怪,你又不知我们岳县人这香茶量少。 是成玉大概十年前无意间做出来的,这这茶楼有喝,并不往外卖,但你品茶的方式就像比我们还要懂这茶。 老人看他一眼,难道你以前来过岳县? 是一妙姑添了茶,话如初清亨出声,报复似的道。 哼,是谁说不和女人说话的? 您现在,难道是和谁在说话呀? 老人瞪他,又觉得自己好像瞪错人了,这一男一女亲密异常,看着也不是那乱七八糟的人,该是夫妻关系,作为男人怎么能这么纵着家里的婆娘呢? 想到此,老人改了方向,瞪向齐佑。 老小老小,齐佑,现在才有点体会这句话了,家里老太爷年纪也不比这位小,却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露出过这样的一面。 想想,大概只有活得顺心的人,才能有当老小孩的机会吧。 老人家,我们确实是头一次来岳县,而且这次只是路过。 真是路过? 自然,岳县是个好地方,却不是现在我该来的地方。 现在的他,有太多事要做,等到他能丢下这一切了,再带着如初来这里才是最理想的。 他看得出来,如初很喜欢这里。 老人神秘莫测地看他一眼,没有接话,也端了杯茶,喝起来。 话如初有些手痒痒,茶具他好多年没有碰过了。 忍了忍,还是开了口,能把这茶具借我用用吗? 妙姑瞪大眼,无措地看向老人,老人看他。 你灰! 灰一点点。 给他用! 在茶楼里伺候人,虽说不是多卑贱的活,却也没有多得上台面。 好在,月宪风起还算不错。 成玉的茶楼,也没人敢在这里放肆。 所以,这里的姑娘都只是单纯地伺候人喝茶。 可再好,也绝不会有人如此兴致勃勃地说要试一试。 更何况,这一行人明显就是出自富贵之家。 华老太爷的话,在月宪这个地方,就是现太爷都要听着的。 妙姑就算心情奇妙,也赶紧让开了地方,站在一边看着。 其佑眼神动了动,却也没有阻止。 老人看在眼里,眼神更是高深莫测。 在茶具前蹲下身来,活动了一下手指头。 话如初把杯子里的残渣倒了。 茶壶杯盏全部清洗了一遍。 身后的云书早就把一个小盒子拿出来,双手奉上。 把旁边烫火上热着的水淋杯淋罐。 话如初从河中咬出茶叶,分粗细放入壶中。 注入滚开的水,合上盖子后,立即清出。 再注入第二道水。 稍等片刻,提壶盖。 从壶口轻轻刮去茶墨。 然后盖定。 再以滚水连雨壶上。 最后再以开水烫杯。 开始要直冲杯心。 这道手法最是考验人。 不熟练的人最易烫着手。 话如初到底是久违动手了。 到底还是免不了被烫了几下。 可他连停顿都没有。 一套动作做到底。 仿佛烫到的不是他的手一般。 有那么点迅游的意思在里面。 话如初的每一个动作都优雅至极。 手指翻杯,行云流水。 妙姑与之相比,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。 这些动作都做完后,茶也熟了。 刚好可以撒茶。 把黄色的茶汤以极快的速度撒入三个杯中。 颜色均匀,茶香四溢。 剩下的茶全部倒入另一个空置的竹筒里。 合上茶壶的盖子,把杯子倒着过来。 端起第一杯,话如初双手递给老人。 在我们那里,第一杯茶该尽长辈。 请。 老人此时眼睛贼亮贼亮的。 高兴地接过来喝了一小口。 满嘴清香,让他欢喜得无可不可。 嘴巴都好一会儿不愿意张开, 生怕散了那茶味。 话如初眉眼微飘。 这老头,就差没把喜欢两字刻脸上了。 端起第二杯茶递给其右。 我不懂月县这边敬茶有什么规矩, 可是老人是长辈, 你敬上一杯也是应该。 这就是说, 不用管月县这里的规矩, 这杯茶是孝敬长辈的。 如果老人所图的事与他们无力, 他们不愿意答应, 那这就是最好的推卸理由。 其右深深看他一眼, 身边如同多了个智囊的感觉, 很好。 不管什么事, 他再不用一个人死撑了。 内子气得啥, 小子敬上, 这是我们夫妻敬上的心, 请言。 老人接过, 眼光在两人间来回扫过, 缓缓喝了这茶。 最后一杯, 画柔书自己喝了一半, 毫不避讳地放到其右嘴边。 嗯, 比在家里喝得还要好, 多了股竹子的清香。 其右就着他的手喝了, 感觉了一下, 点头同意。 喜欢? 嗯, 喜欢。 其右打量了那茶具一番。 回去后, 我给你做。 画柔书出大戏, 点头。 虽说有紫砂湖可以期待, 可他还是挺喜欢这带着竹子清香的茶具的, 换着用也好。 本章播讲完毕, 欢迎继续收听。